娱乐低言 八卦新看点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言 现年46岁的TV视地马国明自今年6月 公开了与现年33岁的TV力捧花旦汤若文的恋情以来 两人也算是成为了圈内出了名的恩爱情侣 双方不仅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秀恩爱 甚至在接受传媒的采访时都对彼此赞不绝口 完全一副好事将近的模样 因此虽然如今两人公开恋情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但是已经多次被传出了结婚的消息 尽管每次结婚传闻一出 双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否认 但是这也丝毫不会影响粉丝对二位结婚事宜的关注 据港媒报道 近日就有记者撞见了热恋中的马国明和汤若文 一同手牵手逛街看楼 整个过程相当的甜蜜 从记者拍到的照片可以看到 当天两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黑色的T恤出街 马国明更是戴了一点余服帽 遮住了大半张脸 想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的低调 不被引起钱的注意罢了 全程两人都有说有笑的手牵手 马国明的身上还背了一台照相机 专门为女友汤若文拍摄美照 当两人路过一家房屋中介门市时 便主动的停下了脚步 一起关注最新的房价和房源的情况 只见整个过程 汤若文一直在对墙上的各种中介信息 和男友马国明进行交涉 而一旁的马国明也显得特别的投入 并时不时的向汤若文交换意见 据悉两人选购的是香港港岛区附近的楼盘 虽然汤若文从小在马鞍山附近长大 但是考虑到马国明和母亲一直都在太古城居住 所以为了以后马国明能够离母亲更近一点 汤若文此次也是为马国明做出了让步 其实汤若文早前在接受采访 采访时就明确地表示 他不会做出闪婚的决定 毕竟婚姻都是建立在相互了解 相互信任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的 所以此次媒体就爆出了两人计划明年完婚的传闻 这似乎也与汤若文的口径一致 毕竟到了明年 两人已经相互了解了 结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再加上早前汤若文也已经带着马国明见了父母 而马国明随后也带着汤若文回到了家中 与母亲共进晚餐 双方的家长都对双方的伴侣相当的满意 因此两人计划明年完婚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这段全神祝福的明汤恋 很多网友也还是非常看好的 毕竟马国明无论是从性格为人处事 还是事业的成就方面 都是一副好好先生 大获成功的模样 应该也非常讨女生的喜欢 至于汤若文虽然含着金汤石出声 是出了名的新二代 但他却没有一点娇生惯养的性格 不仅人长得漂亮 同时学习成绩还相当的优秀 在TVB也没有因为关系走捷径 反而是一部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拍戏 才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距离许志安和黄欣颖的安心事件 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如今前者获得了郑秀文的原谅 后者再交新男友李万宏 两人似乎都过得还不错 但是要说最大的赢将 其实还是黄欣颖旧爱马国民 消沉了一段时间后 他直接与汤正宗的之女汤若文开始拍拖 如今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10月12日 马国民接受港媒的采访 而黄欣颖这个话题自然不可避免 马国民自认为在感情上又蠢又专一 且不懂说谎 因此假如偷吃一定会被人看穿 不得不说此举大有暗讽黄新颖之嫌 但事情发生以来 他一直都没有说过对方的半句坏话 可以说是极其的理智了 关于两人是否还有联系 马国民表示 只有黄刚回到港时有联络 但近期已经失去了联系 不过马国民还是表现得非常的大度 坦言对其并无怨恨 希望他好大家都能朝前看 在马国民看来 他的爱情观仍未改变 这也是他为何对汤洛文如此有信心 其实汤洛文 马国民与黄欣颖三人之前 都是同事且互为好友 汤与马合作过心理追踪 两人呢 在剧中有不少的甜蜜戏份 而汤与黄呢 合作过 丫鬟大联盟 二人呢 是相当要好的闺蜜 汤洛文和马国民走到一起呢 绝不能说是翘闺蜜的男友 只能说是黄新颖 不懂珍惜 马国民与汤洛文 恋爱后的改变是非常的巨大的 从他主动开通社交账号 就是一个铁证 先前的马国民 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但如今两人也开始 秀起了恩爱 令人大呼过瘾 看来这位无限当家小生呢 并非守旧派 只不过呢 先前和黄新颖在一起 把这些都耽误了 对于和汤洛文的恋情 马国民表示 两人是以结婚为目标的 他希望在50岁之前 能达成这个目标 并且能生两个小孩 马国民坦言 自己的父母 对汤洛文呢 非常的喜欢 而两人呢 当下也是在共同进步 至于为何不着急结婚 马国民表示 两人的当下工作都很忙 平时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所以不太着急啊 不过马国民自报呢 已经开始赞老婆本了 希望到时候结婚 能有一套房 跟汤洛文同住 而近期港媒也拍到了 两人一起看房的画面 可见马国民的确所言非虚 在TVB港剧里呢 最勤奋努力踏实工作 并且热爱家庭孝顺父母 疼爱女友的绝世好男人角色 马国民都演过 现实中呢 他也真的这么活过了 港剧民亲切的把他称为港剧之子 民间弑地 与其同期崛起 以模样帅气风头相当著称的 TVB五小声中 别人都风光的离朝外闯了 他仍然执着 留守TVB 日复一日的努力拍戏 12度提名 万千星辉颁奖力 最佳男主角 11度陪跑屡败屡战 终于在去年捧起这座含金量十足的讲座 马国民的人设常被形容为郭靖 他戏内戏外都像郭靖 大智若鱼 大巧若拙 论帅酷和炸裂 效果呢 可能永远都排不到第一 但他演技沉稳 观众员绝佳 尤其善言小人物 角色常能唤起普罗大众 强烈的情感共鸣 在2017年播出的《使徒行者2》 大结局一幕中呢 由马国民客串饰演的魏德里 实现扬言要为哥哥魏德性报仇 当年呢 马民的惊喜客串让不少的网友 期待他是否会出现在第三部中 三年过去了 《使徒行者3》如约上线 而马国民呢 也延续他第二部中客串的角色 相信呢 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说到《使徒行者》系列灵魂人物 当属是三更苗乔尾饰演的 卓凯及许绍首演的欢喜歌 两人贯穿整个《使徒行者》宇宙中 将三接卧底串联起来 而在第一部中呢 游林峰饰演的豹西 及奢施曼饰演的丁姐呢 也备受网友的喜欢 两人世纪翻云覆雨 岁月风云 花花世界 花家姐后再度合作 而豹丁姐的默契互动 无疑是全剧呢最受欢迎的荧幕搭档了 奢施曼当年大热斩获了事后大奖 而林峰则因离朝再度无缘弑地 令人惋惜 距离《使徒行者》播出呢已经六年了 我们等来了第三部 我们等来了林峰回归 而奢施曼呢 因当年荡气而缺席出演 让不少的暴丁粉感到遗憾 《使徒行者》三目前官宣定档 10月12号于内地集TVB旗下平台首播 电视的方面则要等到11月呢 作为台庆剧播出 林峰在剧中继续呢饰演暴戏 而无线方面对该剧也十分的重视 昨日还举行盛大发布为剧集大力宣传 而不少的网友也认为 今年TVB有意力推林峰拿市地 弥补当年的遗憾 除了林峰回归外 相信最大亮点之一的就是马国民的加盟了 马民在受访时表示自己都非常的期待 快点看到剧集 看回自己之前的表现如何 他续止呢 自己也像很多男生一样 很喜欢看卧底剧 特别呢是当年的吴剑道 马国民入行20年 去年凭借白色强人唐明医生呢 手长势地的滋味 以往都是饰演憨直 专业角色的他 这次呢终于有机会饰演反派角色了 马民搞笑的说公司觉得自己的样子 看起来呢比较蠢 所以一直都不给自己呢演反派 这次能够饰演反派都是自己向公司极力争取来的 等了好多年终于等到了 马民指自己之前呢 都有在飞狐里面客串两集的反派 但是在《使徒行者三》是全剧都是奸的 所以开拍的时候就已经很期待了 算是自己入行后呢首次饰演反派的角色 马民呢还直言饰演反派很好玩 如果下次有机会都想继续呢饰演反派 因为他觉得反派的发挥会比较大 同自己以往饰演的角色有不同 好了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